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耶利米书的第16章 耶利米书的第16章总共有21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神在界先知 预言那即将要来的灾祸 我们来把今天的经文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1到13节 神禁止先知婚去 禁丧家及燕乐的家 这些是犹大因犯罪必招来刑罚 第二段是14节到21节 神借先知发出了关于被掳的百姓归回的应许 神也在重申要来的刑罚 仍要借此知道神的手和他的能力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二节 五节 八节 九节 经文这样说 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 生儿养女 耶和华如此说 不要进入商家 不要去哀哭 也不要为他们悲伤 因我已将我的平安 慈爱 怜悯 从这百姓夺去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不可进入燕乐的家 与他们同坐吃喝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 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从这地方止息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过了前面的第十五章 里面讲到了 那要领导犹大百姓身上的 不可逃脱的刑罚 以及先知在神的面前 痛苦真诚的独白 可以说从十六章 一直到二十章 经文继续记录了 耶利米先知怎样侍奉神 并服侍犹大民 他的经历将会更加的艰难 内心的矛盾和沮丧 也更加深重 等读到二十章 我们还会看见 他在神面前的独白 我们会注意到 他向着神 有着最为绝望的表达 我们在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 今天经文的第一段 一到十三节 主要是在强调 神在使犹大百姓 遭灾受难的日子 所有婚丧嫁娶 这样犹大民间的 正常的生活活动 都将受到影响 那外邦的仇敌 将掳掠和灾难带来 犹大百姓生活的 各个层面 都将完全被打乱 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像是结婚 生育 为死去的人悲伤 为嫁娶的人欢乐 这些最基本的权利 都将受到剥夺 我们读今天的经文 就要知道 神告诉伊利米 所不要做的那三件事 都是象征性的行为 神以此将 犹大人在灾难的时候 所要经历的事 表达出来 因此 在先知所顺服 不去做的事的背后 都有神的信息 要表达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十三节 神禁止先知 不要做的三件事 结婚 进入商家 进入燕乐之家 第一节的经文 提到神的话 临到伊利米 后面便是话语的内容 第二节到第四节 就讲了神 叫伊利米 不可做的第一件事 娶妻和生儿养女 第二节是命令 三节四节 就解释了原因 甚至透过 让先知一个人 不结婚 不生儿养女 来论及到 犹大国民 全体做父母和儿女的 当巴比伦 仇敌入侵 国破家亡的时候 敌人完全不会怜悯 老人和孩童 他们会和成年人一样 都死得很惨 第四节就形容 人都是怎样死的情形 经文中说 他们必死得甚苦 无人哀哭 必不得脏霾 必在地上像粪兔 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 他们的尸首 必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野兽 做食物 大家也可以参考 前面一粒米书 七章的三十三节 神界先知预告的话 说明了一个悲惨的事实 当灾祸到来 人生养儿女 只会加增生活的负担 以及要面临死亡的痛苦 因为在大灾难面前 生命完全失去了 原本该有的神圣的价值和意义 接着五到七节 是神命令先知 不要进入商家 经文中既有吩咐 又有解释 神告诉先知 不要有为死去的人 哀哭的举动 主要的意思是 神已经将自己的平安 慈爱怜悯 从这百姓身上夺走了 所以再等于说 若百姓当中有人死 人们不必要 去为那已死的人哭泣 这也同时在预言一件事 等到未来战祸发生的时候 人民将失去哀悼死者的权利 第六节也指出 不为那已死的人哭泣 悲伤 是因为死的人太多了 根本都顾不上 人们面对死亡 渐渐的心和情感都变得麻木 甚至他们也不为死人哀哭 不用刀划身 也不使头光秃 别人家有伤势 人们也不去关心他们 不会为他们剥饼 也不会去安慰他们 那上吊父母的人 也得不到一杯酒的安慰 第六节提到 古人在哀悼死者的时候 用刀划身 使头光秃 这其实是圣经明文所禁止的 大家可以参考 《立威记》19章28节 还有21章第5节 还有《生命记》14章第1节 这原本都是异教的行为 但在耶利米的时候 却非常的盛行 但先知预言 等到犹达百姓 连大代小 都必在这地上死亡的时候 人们连什么样的哀悼的行为 都不会有了 因为连自己都顾不上 哪还有时间去顾别人 所以到了神刑罚百姓的时候 人的生和死 都变成极其轻贱的事 当然也包括嫁娶 8节9节 神又告诉先知 不要进入艳乐之家 不许他和那艳乐的人一同吃喝 这一点先知一直都能做到 大家看前一章的第17节 先知声称自己 我没有坐在艳乐人的会中 也没有欢乐 第9节就是神解释 为什么不让他去艳乐之家的原因 是因为神要在犹大百姓还活着的日子 就把那欢喜快乐的声音 新郎新妇的声音 从犹大地都止息了 大家可以参考前面的 以利米书7章第34节 神拿走了人 欢喜快乐的权利 这是因为当仇敌到来 人们睁开眼睛所看见的 就是荒凉毁灭 羞辱和可怕的杀戮 听到的乃是绝望的哭声和呼喊 因此哪里还会有欢喜快乐呢 那快乐的经验和感受 尤其像新郎新娘的声音 已经被仇敌完全的剥夺 当然这一切都是经过神的许可 我们看到一节到九节的话 就知道当灾祸战争到来 犹大国整个的社会 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将瓦解 神就透过叫先知不要去做的 这三件事的举动 来把神刑法有大的信息演示出来 我们可想而知 当先知从神听到这一切 他的心中一定十分的悲苦 因为将会有更多的艰难 正朝先知而来 神告诉先知要孤单 要活的有分别 那他就必须得孤君奋战 要知道神让先知不要做的 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对先知的挑战最大 因为在古代以色列人的价值观念中 一个二十岁的男子就应该结婚 若还没有结婚 即生养儿女 他就是受咒诅的人 因为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延续 他的产业也将没有办法被人继承 到后来连他的名字也会被人遗忘 但神就明明告诉先知 不可以娶妻 不可以生儿养女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见 以利米作神先知所付的代价 其沉重的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接下来是第一段的十节到十三节 第十节中 那全知的神会预料到 神的百姓一听到 有大灾祸临到他们 他们就会向神来发问 所以神就预先告诉先知 百姓一定会问你 耶和华为什么说要将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 我们有什么罪孽呢 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 十一节十二节便是在神的心中 他所认定的百姓所犯的罪 以及罪所带来的败坏的果效和邪恶的程度 百姓的罪包括 以色列的列祖离弃神 随从别神 侍奉敬拜偶像 不遵守神的律法 第十一节是论到列祖的 而十二节就是论到目前的犹大会众 神说 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 甚至不听从我 我们反复讲过 在前面第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 神界先知一再的责备犹大百姓 他们不肯听从耶和华神 于是第十三节便是神再次宣告了 对着悖逆的国民和百姓 所定下的刑罚和审判 乃是要将他们从这地赶出 需要解释一下 这里所说的从这地赶出 赶出这一动作 在西伯来文原文是形容 一个拿长枪的勇士 用力来轮手中的枪 大家也可以结合着十章十八节 神曾经说 要把犹大人像甩机嫌一样 把他们甩出 所以赶出在原意上 乃是一个很用力的动作 表明神对自己的百姓已经不耐烦 就像十五章第六节所说的 我后悔 甚不耐烦 十三节的后面说 神要将自己的百姓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 素不认识的地 也就是巴比伦 接着后面的话 带着讽刺的味道 神说 你们在那里 必昼夜侍奉别神 因为我 必不向你们施恩 当百姓在犹大地还没有被赶出去之前 他们不是顽梗的 热心的去侍奉别神吗 神说 你们如今真的如愿了 当你们被赶到巴比伦 你们就在那里 昼夜侍奉别神吧 我不再向你们施恩了 百姓真的落到这样的地步 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接下来是本章的第二段 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这一段的圣经不难 主要分开三个小组合 像十四节十五节 神就借先知预言了 第二次的出埃及 当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这个观念 未来 当被掳的犹大百姓 从巴比伦回到故土犹大 神救赎他们 就像把以色列的先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一样 神应许说 我要领他们 再入我从前 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如果前面 第十节到第十三节 是讲到神所宣告的刑罚和审判 那紧接着下来 十四节十五节 实在是让人有盼望的信息 因为神讲到了掳掠 又讲到了 会使自己的百姓 从被掳之地归回 但十六节到十八节 神发出来的话 一转眼间 又变得严厉 十六节当中 出现了比喻 像是打鱼的 还有打猎的 都被神招来 他说要把那 以色列人打上来 猎取出来 不管以色列人是藏在水里 或是藏在各山上 各钢上 各石穴中 这还是讲到 神对以色列家的刑罚和审判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讲 神要借着巴比伦的军队 把那逃脱的 漏网的以色列人 像渔夫打鱼 或是猎人打猎的那种方式 把他们一一都搜捕到 没经过神的允许 无人能够逃脱 这是因为 神向个人所定的结局 人是不能逃避的 在第十五章的第二节就说 定为死亡的 必知死亡 定为刀杀的 必交刀杀 定为饥荒的 必遭饥荒 定为掳掠的 必被掳掠 神为什么这样严惩自己的百姓 十七节十八节就做了解释 因为犹打百姓的罪行 神都看见了 人们既不能掩盖 也不能隐藏 而且神会加倍的报应他们 这是因为 神的百姓曾经用可证之诗 玷污神的地图 又用可验之物 充满神的产业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正当先知讲预言的时候 他又开口赞美神 使力量保障和有信心的百姓 在苦难中的避难所 神的伟大和全能 是会使地级都要向他仰望 并敬畏的 这地上的人也会借着看见神 所行的大能的事 尤其是坐在神百姓身上的事 而知道耶和华的名的独一和伟大 除了他没有别神 神在自己行公义 行审判的事上 也会显明自己的荣耀 以色列的神 主耶和华 我们感谢你 祝你在当日 借着告诉先知 不可做的几件事 来让人知道 灾祸到来的可怕 求你今天 也给我们警醒和敬畏你的心 为那即将到来的 你要显全能和公义的日子 常做准备 我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口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 祝你